大家好,歡迎收看這一集的《天氣報告》 我是張介俊 先和大家看看大範圍的衛星圖 我們可以見到和低壓槽相關的厚實雲團 今天覆蓋著廣東沿岸地區 為醫區帶來一些大驟雨和雷暴的天氣 看看雷達圖 我們可以見到今早早開始 在香港的南部 有些和低壓槽相關的雷雨區發展 並且在下午環過香港 為香港帶來一些大驟雨和雷暴的天氣 至於節節到下午4點 香港多處的地方都錄得超過50毫米雨量 而在大嶼山南部 更加錄得超過200毫米雨量 至於之後的天氣 我們預計低壓槽會在未來兩三天 都繼續在南海北部和廣東沿岸地區徘徊 為醫區帶來一些驟雨和雷暴的天氣 至於去到接近周末期間 受到高空擾動影響 華南地區的天氣又會變得不穩定 而至於去到周末期間 隨著高空擾動的遠離 廣東地區都依然會有幾陣驟雨 至於今晚球迷日的詳細天氣預測 是多雲間中有驟雨和會有幾陣雷暴 而明天部份地區雨勢會較大 而溫度會介乎在25至28度左右 至於風方面吹和緩的冬至東南風 至於展望 我們預計在隨後兩三天依然會有驟雨 而星期四稍後到星期五 驟雨會較多 今次的天氣節目就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 再見